挑战一下和平均绿洲曲线新模式换枪的最高淘汰 自己打这模式打了两天两夜 发现这模式只要超过20杀就已经是顶尖水平了 如果你能突破30杀 那已经是秒杀职业选手的存在了 再拿高淘汰我们尽量站住地球边缘位置 对手出来我都能架住 只有我做起他们的份 完了吹的有点过头了 边冲边点个防弹衣 double play double play 一个人跑到对面家里嚣张 还反杀了个火箭兽女 又回到老位置了 这里已经被别人站住了 他们在打我远处队友 前面就是对方的重生点了 我们先卡一下视角 没人留意到我 就直接往前冲 左右两路一定要站住 要不然他们一直打头鞋 刚刚我们右路打完 直接换左路 待会左路打不过 我来去冲右路 想过来先问我 五老六搭不搭一点就完事了 而且这对手啊 你看给我的这些枪械 全都是我会用的 而且你想拿个高淘汰呢 对手不能用锅的 队友也不能用锅的 要不然打了哪去对面全都用锅 用锅其实拿好来也是挺困难的 这里面一锅秒不了人 得敲好几锅呢 翻杀了一个还不错吧 人太多了 而且这模式啊 刚开局的时候大家都没假的 非常脆皮 几枪就能秒掉 前面这小石头上 这么一战一蹲 那不就是一个无击点吗 边路里有人这些猫着的 我全能吓住了 人家冲过来也全能防守住 哎呀我被爆头了 应该是33个淘汰了 还能再往上踢一踢 没人防守 好直接绕过来 打一个打两个 扭到石头后边去 对面怎么都原地不动 放你了 右边没人 左边 最后是拿下37个淘汰